今天是星期一 松松一定会来秘密基地和我们一起玩 我带了很多好吃的给他 我要和松松说对不起 之前我很好奇 松松的抽屉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笔干呢 我就吃掉了好几个 松松很生气 这可能是今天松松没有来的原因吧 可是我不敢去他的教室那里找他 也不敢告诉大家 星期二 今天下午第一节是体育科 和松松他们班是一起上的 我又把好吃的放到口袋里 今天一定可以给他 但是松松他们班的班长说他没有来 我原来不相信 因为松松每次都会先躲好 等我们过去就吓我们 可是今天谁都没有看见他 星期三 今天我没有去和阿妩他们玩 我要和松松道歉 因为妈妈说 犯了错误就要道歉 特别是对好朋友 可松松还是不在 有同学告诉我 他得了心脏病 心脏病就是不开心 也有同学说 也有的同学说 松松告诉老师 说他要和我们玩做迷藏 谁先找到他谁就赢 可是天上下雨了 我没有伞 星期四 今天我很伤心 我听说得心脏病会很痛 还有很多事 如果我快点让松松开心起来的话 那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吧 然后下雨天也会有人陪我去小迈步 我滴到旁边的棒棒冰也会有人吃 这么想着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松松经常一个人走那条路 我不知道他通往哪里 但松松说不定就在那 可是 可是 我根本找不到他 星期五 今天放学 我和妈妈一起去喂猫猫了 猫猫很可爱 我想把他们带回家里养 你还在想松松的事情啊 妈妈 松松是不是真的不会回来了 妈妈觉得 只要你没有忘记他 他就不算离开 你看 有时候 星星会被云挡住 但是 星星一直在那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